修成九里 什么叫成 这一部中庸就是讲成 大学是讲方法 中庸是讲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大学的道理 大学的方法的道理是中庸 中庸的方法就是大学 这两篇并不算很长 是儒学的总纲理 儒学的概要 儒学的概论 人与孟子 那是表法给我们看 你看看 孔子 是怎样把中庸之道 大学的方法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待人久 做到真正随习功德 圆满了 那么论语 这位说这是论语 孟子是贤人 比圣人低也计的 一个就是大彻大悟 你看他怎么用 他怎么落实 一个是大悟 虽然没有大悟 是真的 孟父子 他怎样把学荣 落实在生活 不能落实在生活里 那个学的没用处 俗修 非所用 能讲给别人 天自己做不到 那些天地人 那也是 我们现在讲的水平不是很高的 一纸半戏 真正高的人 一听 他就走了 下面再听不下去了 为什么 那个言语 不是真实心中做 他缺乏的 你没有能做到 做到了 就从你心 私心里头 露出来了 没有做到了 你讲的是别人 你的老师 听别人讲的 你不讲 重复地讲 讲一遍 没有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 是做到之后 自然流出来的 那是真的 所以 佛 重视 心门 儒也重视 道也重视 戒定会三学 传到中国来之后 如接受了 道也接受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戒是规矩 轮常 这都是规矩 四为八得 一定要遵守 一定要努力学习 每天早晨 早阔 早阔是提醒 提醒我们自己 我会帮助 我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